農委會認為呢 商周的報導 牛奶符合國家標準 但商周呢不退讓 認為呢這個堅持農委會 應該要釐清檢測的標準 而農委會居然去驗牛乳 是否含用普拿藤 來證實牛乳沒有含止痛劑嗎 商周說難道 乳牛會吃普拿藤嗎 另外呢 商周也認為 政府不應該衝著商周而來 應該要釐清整個的檢測標準